大家好,歡迎收聽阿江無閨電台,我是阿丹 我是魯魯魯魯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是歐吉 但是我們知道歐吉有分過六種有稍微發達的會用 還是說我們在廟口都會常看著一支歐吉 採在中,或者採在廟的旁邊 如果要講到旗子的話 像那個東西南北中也有五銀旗 然後之前看東月大地辦案也有那種 說他戴黑令旗 就是旗有很多種 那今天就是真的要專業聊 到底這個歐靈歐吉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邀請到這個 詩成柯天將老師的鄭世成老師 大家好,我是鄭世成 還有這個新銳的黑旗藝術家鄭宇璇老師 大家好,我們一起聊聊黑旗的文化 D yarn 超團組的影片 我每天都要替你試過 走道,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都是兩百多了嗎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部分,我來解決一下 好,都會解決一下 走道,這是古早的命 古早的叫走道 我們一般在看就像這個叫黑記 比較通俗的叫黑記 這把表叫黑記 照道的是什麼意思 照我們都會說這個人不分青紅照白 其實這就是當塞藍包的意思 照道我們是照的也有人會照讀 做獨黑記 這在上帝說原宿天尊 宿佛儀的時候 我們上帝也說黑記有兩種版本 一種就是他適合他叫做獨現宿弦 弦天尊烈弦 照道玄齊 對對對 你如果去弦古齊他會照獨現宿 不過你什麼樣的現宿沒有人知道 你照道黑記 電腦的人比較知道 比較通俗 你如果弦古齊是弦 做獨現宿 其實那個現宿的弦 弦也是指黑色 弦黑色 所以他也是黑期 照道 還是說黑期 一般來說有兩個版本 第一種是全天上帝 他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屠夫 然後他就覺得自己這樣 內心有所愧疚 這是傳說故事 他就想要去修行 然後要保持一個慈悲的心 不再碰這些血 因為血人家會覺得是誤會的東西 就不要再去碰他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腸子跟肚子就是 就剖開這樣 然後就自己弄一弄 然後就要去不當餐休息 然後走走走 途中遇到一個慘婦 他已經下定決心就是 不碰血了 可是慘婦已經有點認證 就已經在有點失血了 然後他有一塊布 然後他又快要流走了 然後全天上帝又想說天啊 這樣怎麼辦 我應該要幫他 然後他又不敢去 想說已經有這個決心了 又不能去碰 所以他又趕快想到辦法 附近有樹枝 就趕快拿一個樹枝去把它 就是撈撈撈起來 撈起來的那一瞬間 他就化作黑氣 富人變成了觀音菩薩 就是在就是所謂的觀音大師 就是他其實在考驗 那個全天上帝的決心 然後所以就是也賦予他這個神氣 這就是依辭的這個黑氣 然後那他的藏著度 真的也因為他的修行 變成了人家那個骨座 人家說的骨座 結果他就會這個基仔下去 跟他們兩個又帶回來 對 他現在說的這都是壓樹 對對對 其實最重要的說 其實有一點類似說 放下土刀利地沈火那個感覺 另外一個 就是原始天春抗夜混天 六天模仿 六天模仿的戰鬥 最重要的說要來修的時候 原始天春都要修一支黑氣 給他就要修這裡 然後還有金甲帳袍兩個 然後還有七星劍 對 修他的這裡的發棋寶物 就要修一下 修六大模仿 對 六大模仿 也包括蓋在一裡酒 也是用古爪那麼酒 問題是說這個原來這是青蛇的 是 對 這個有分壓樹膠正確的 這個古早傳來的東西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故事 不過也會叫人教宗教宵 也會叫人幸好的 一個故事都很好 剛才有講到柯天將老師 就是我們俯城 大家都知道的槓塞 那可以稍微跟我們介紹 到槓塞這個人 他厲害在哪裡嗎 他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老先生 我那時候 其實我剛才很年輕 我沒有教他學花 也沒有學學 我其實是在廟宇 我剛才在廟宇 我剛才有學學花 我剛才有學花 現在學花花 現在學花花 用到九尾 他學花花 老師學花花 我媽祖母說他要一盤飯 他說我學花花花 老師說我心裡沒有學花花 他說好 你給我學人 我來幫你教 來就是因為我去學這個黑棋 是因為我們新娘做酒 做酒 他現在去老師說我學一支黑棋 後來我教宵就說 你腳都不需要學花 他說沒有人要學 後來就開始就是 教宵就開始學黑棋 黑黑也是很成熟 你跟他說要學 他就說好 我來教 他學的老師學也很好 他是我們廚山花高 他是九十九台團林 來我們這裡有一百台 玉林 天津 銀行進歌 他就是玉家 就是我們的蘇光 另一邊就是我們老師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百台 都天理會 所以我是教他的天理會 學生 我就是曾智輩 他就是曾智輩 101代 對 101的 但是老師比較 因為他最後是生病 所以他沒有很明確說 他一百台是三個團林 對 一百代代是誰 現在目前是團林 是都沒有這個 沒有明確指出 對對對 然後因為 我們一百台都很好 我們一百台三個在台都很好 對 因為柯天將老師 就是我們蘇光 蘇光他教了很多東西 甚至是北家長 他家長的保護 流生煮景長 對 對 沒有的 那種也是老師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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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那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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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我們在看小髮團 通常都是男生 但是玉璇是我 第一個看到女生 就是去師誠 你是不是第一個女孩子 對 如果女孩子 如果女孩子 在那個修心大 就有 北港三夾 對 有一個姊姊 她那邊就是有家女孩子 因為我們這個 夫人媽 我們說夫人媽 喝水夫人 是 很高僱 我們都說很高僱 你如果聽說很高僱 第一次是玉璇派 不然 沒有人的那個 喝水夫人也說 你很高僱 真的 很很聽得到 因為她只拜她寇孫 是 這個老師 所以我們也是寇孫 她那個我們師父 喔 玉璇祖書 我們也會堅昧下來 所以是女孩子 所以我們看到有女孩子 對 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我在府城 常常會聽到人家講 歐陶壞 暗陶壞 其實我 有的時候 不太會分 除非很認真去聽 聽到一些關鍵字才會說 喔這個是紅頭 這個是歐陶 然後歐陶又分 超多門派對不對 那老師可以大概跟我們解釋 就是說 怎麼樣一般人可以稍微 做一個辨別的關鍵 這樣子 最開始的文獻上面都說 歐陶這 鬆 鬆 紅頭做屁 對 其實到現在 編變到現在的文獻 其實 都有在做 並不一定 很代表說 我 黑頭的我就是一定要做鬆的東西 對 其他的部分 要怎麼分配 我請爸爸來感應 他的細節 其實黑頭叫紅頭 如果我們在看是 很簡單 這叫巴靈 巴靈就是黑頭在用的 喔 那紅頭就兩支茶 那叫巴靈 這樣說 他最簡單的就是 你身體的法律 這樣最簡單 後來就是他們的運 他們的雕 你 紅頭比較快 稍微看黏黏 黏得很快 黏得很快 現在哪有用用 那個 黑頭就是很慢 很慢 譬如說我們說 媽祖婆 如果是請媽祖婆 他那個不一樣 要怎麼去睡 他的念就是 譬如說我們黑頭的 心心那邊 五個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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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慢 喔 紅頭就 五雞雞 雞雞 豬肉 想不可 詠 的 ひと Š ne 她就 точ 然後連我們現在比較常看到的 所謂的那個 黑尚 的修華 其實常常都是紅頭 這樣的 因為他們都 我很快 所以 這樣我就會分出來 他不會慢慢在那邊 對 痛 Umm 是 他以這樣來判斷 是最快 對 如果用法器來判斷 對 可是有的時候那個 這個雕啊,他都一樣唸很慢 然後呢,在府城的時候會聽到很多很慢的雕 是不是代表那個黑頭環 他其實也有分一些細節 不一樣的廟,他師承 老師不一樣,他唸出來的 香就不一樣 那現在府城大概可以分幾個黑頭環的脈絡 這個可以大概 黑頭環 黑頭環,大地上是我們都口順、情君的來比較多 也有普安,現天上帝,清水祖書 中上特別的就是金安京 金安京他拜的修法團的那個是天書 天書 不過他是黑頭環 他也是我們師公那時候去教 不過他傳承下來就說他們廟靈很古早很古早就是天書爬在那裡 所以他們的修法是拜天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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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位 你如果去六位看就有 他們的六位裡面也有我們師公 對,我們師公去暫時 從金安京來到一塊九 六個早一塊九 所以我們天晚上都有一個 師公 對,對,對 都先利用 有一個關係淵源 有,有,有 如果是他們歐吉的辨別的位 譬如說我們派別 三大派別的黑市來分辨的位 其實因為我們都要好後面 好啊 直接 我們歐吉 是 我們的歐吉 其實最代表的就是這個蝦露 香露 我們都說香露 這裡是什麼主神的名字 這邊是天聰 天聰聖廟 其實就是像我們拜拜的 有永遠 你上天祈求也傳達好 是上天 可以天廷去 把你的祈求說給那種 上天聰明的意思 所以只要看到我們這個 香露的形式 差不多就知道是我們路上好高 對對對 其他的 會派別的會太好 你說三大派是哪三大 就是 魯山法教 運馬 然後第二的是金曼宮 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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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靠 第三就是何義堂 何義堂 對 何義堂 這三種 對 何義堂的他也很特別 就是他方正 方正 對 方方正正的 他的字比較像我們說的 九疊之一的風格 對 然後比較粗獷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王金靠的 他的也是 他有點像介於我們兩者之間 比如說我們是比較柔 那何義堂比較剛 那他剛好介於是中間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那有一個關鍵的是 其實這麼多不一樣的師承跟門派 大家都用黑吉 為什麼一定要黑吉 為什麼一定要黑吉 對 為什麼我們要用黑吉 這個法器也好 或者你說他是一個聖物也好 為什麼會需要這個歐吉 他其實 我在調查的時候 其實他主要其實是玄天上帝的法器 所以基本上有玄天上帝 拜玄天上帝的人 就一定會有一個黑吉 或是有一個七星劍 對 那演變到後來會有黑吉 是因為有些會跟小法團結合 那小法團的時候前面 一定會有一個黑吉在前面 就是很像帶領的兵教 然後一起跟著法師 還有眾多的這些 就是 孤孤咖 這位前行 那我們再來講到這個黑吉 他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很尊重玄天上帝 這其實是背面 背面我們會以主家的神明為主 譬如說我們家就是 天上聖母嘛 就是放中間 是 那另外一面的話 我們這邊其實中間就會寫玄天上帝 就是要 所有的黑吉一定有什麼現天上帝 對 你如果沒什麼現天上帝 也要花一個七千 七千 最基本的一定這樣 就是要尊重 像譬如說這個黑吉 如果以我們的改正是 我們的祖公去跟上帝說 這個黑吉 出來露林就是 那些小法就是在 這尊新教出來 抓到鬼啦 或是有什麼王庫的 就是 他黑吉先收回來 對 然後來公安 我們再來問問 問他有什麼王庫嗎 對 對 是我們的 所以這個黑吉都是 後面一定有最多的 一定會有兩面這樣 了解了解 所以 黑吉其實他也是一個滿 就是 我們說的 他會去尊重 他原來的主人是誰 所以我們的派別在圍的時候 一定會有七星 就是要寫 對對對 就像爸爸說的 跟人家借東西 你要跟人家說 我是跟誰借的一樣 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你剛說 為什麼大家一定要有黑吉 一個就是因為 小法團的一個法器 一個神器 那有些人他可能沒有 法團出去的話 那在我們展場這邊 就會有小的 那一種黑吉 那小隻的黑吉 就可能放在自己的堂啊 或是廟裡面 供奉 羈絆這樣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 黑吉有沒有 你看看這裡有什麼 枯下阿山 對 這支東西其實是在枯下阿山 嗯 他算是一種法器 跟那個武器 對 我們看到黑吉 就是黑底白字 可是上面有幾個圈圈 是用 呃 紅色的字 黃色的框去描 那我覺得他一定有 特殊的意義所在 那玉璇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這其實蠻特別的 古人呢 會把星星當成神的概念 對 所以他們用圓圈代表的是星星 那上面會寫字 是因為如果有神 你會直接說 譬如說媽祖符號 天祖笛下對不起 就是你會說 欸莫娘 超沒禮貌的 那你會說 欸天上聖母 就是會比較一個名字 對 所以這些其實就叫會字 一個眼一個尾 會字 算不可以直接叫的眼明 不行直接成為星星的名字 所以你們看的話 它其實 玉是代表天 然後這個 雲 雲 上面有個雲 對 妳要出去看一些符號 都有什麼這個 對對對 它其實有這樣的意思 蘊含在裡面 那這邊有九個 就是九宮與七星 那這邊的話中間這個 青氣是天地 土也就是地 這裡是代表人 天地的 那我們畫的話 一定是從中間這也是來畫 那這其實是 這也是個尾字 對 紅塵 紅塵 我們是什麼符啦 很符的符啦 那是什麼符 日夜符 有些是山 就是它這個 其實是山淀水的意思 然後寫一個符 但是我們會寫符 我們在考究的時候 這是我們的推測 但是因為我們的法派 好像是 對平和那邊 對 澎湖過來 所以有一種尊師重道 就是 是怎麼一本作料 那裡我們是教人都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的派別這裡 會寫一個符字 來代表 那就是中間有三顆 然後七星就這樣 那剛剛 姊姊有提到的 這個顏色的部分 其實它就是蘊涵的 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在裡面 那五行的顏色就是 黑色屬水嘛 對 白色就是金金 紅色火 那黃色中央土 然後再來就是 金色 金色在哪裡 金色上面沒有金色 在哪裡呢 可是我們的黑旗有一隻桃木 所以木的青色 青色就用木來代表 所以其實黑旗上面是 蘊涵的就是五行的概念在裡面 這也是很特別的地方 那剛剛有肉講到一個 Beef Punk 是 蠻有趣的 其實我們這個 剛剛上前提概要一下 也講到我們說這個是我們的代表性 Logo 我們法派的代表Logo 很像這個Hulo的蓋子 其實都有長字在裡面 我們法派還蠻喜歡把字變成圖像 來蘊涵的 是一個很高的藝術成分的裡面 對 然後就是你們看的話 其實這裡是玉 有鐵 然後這裡像我們家就是天上聖武 這裡是天 然後這裡是後 天後 天上聖武 老師沒有講 都沒發現那邊有一個後 對 那 這邊很可愛 先介紹一個有趣的地方好了 好 就是我們講的圖像字 瘦體字 對 瘦體字 來 中文說的可能也沒有人 這裡其實是青龍 豬雀 然後這叫白虎勾成這樣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瘦體字 因為它是神獸 對 那它其實 青龍 你們看得到青龍兩個字嗎 認真看 看得出來 上面這裡有一個青 阿丹 蛤 留一下 青色的青 一個月嘛 龍 一個粒 然後這樣 喔 青龍 豬雀的豬 豬戒有沒有像 上面有一個豬 豬是不是有兩撇 它變成翅膀 竊 麻竊的竊 豬竊 有沒有 喔 竊有 瘦體字 對 這就是瘦體字傳說中 老師那我有一個問題 所有的字都可以變瘦體字嗎 嗯 還是其實要它原本是 就是譬如說龍 其實 龍本身就是聖瘦 它才可以變瘦體字 這是古早人畫出來的 我們叔叔說 那一部的畫出來的 誰做這樣 不過我的新的版本 它也有藤蛇 我自己有用了一個新的版本 就是我覺得中央應該是藤蛇 因為勾成跟那個勾成星 其實它也代表北京星 所以它可能怕說這個名字 跟天上帝的玄武大地 名字有衝到 所以它就沒有畫玄武 它用勾成代表 然後勾成是代表的是重量 這隻白鴨 這隻老虎的有 真的耶 白虎我看出來了 有 用豬竊 豬就是這樣嘛 對 這樣就不配 然後 我的版本就是 我自己有畫一隻 是六個 八個神獸 八神獸的版本 然後是畫出了玄武 然後就這四位 然後這個還有就是 龜蛇的獎 對 對 我們有遭到這是希望說 把這個黑旗 不要讓大家看到就怕了 其實是這個保護人 對啊 對啊 滿柔性的在保護人 是 讓大家接近的時候 了解越來越多 是 對 我們都依我們的派門 來解釋 因為別人派門怎麼說 對 每人有每人有派門 對 全部都是保家衛民 對 對 護國嘛 護國屁民 然後保佑大家平安 小孩子不要受驚嚇 對 然後乖乖的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們今天有帶兵 要在這裡就好了 對 這隻是有一點點 有嘛 老師老師 那那個上面掛那個叫做 對 對 有什麼掛這個 這個顏色好漂亮喔 就是通常我看到 就是沒有色的 對啊 我看到 比較常看到是黃色的 黃色的就是我們拜天說 什麼在掛的 對 對 我們老師當然是說 我們有鵝花蠟 就是釣到這種色的 是 有鵝花蠟 就是你裡面 這間館裡面 有鵝花蠟 喔 包括這位是我們 鵝花蠟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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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如果去到那間廚 奇怪他們鵝花蠟燈 這間廚 這間廚 有鵝花 有鵝花蠟燈 有鵝花蠟燈 有的時候 我會看到 配上這個 不好意思啊 這個 這個 有的時候會有 但是這樣 有的是 有的是說 這個 北派問來講 它這個鵝花蠟燈 鵝花蠟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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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派問該說的是 鵝花蠟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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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鵝花蠟燈 譬如 這間廚法蠟燈 鵝花蠟燈 你的鵝花蠟燈 鵝花蠟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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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師也開始聽說 鵝花蠟燈 這個就是做過的時候 所以我就沒有鵝 有一 aan 作過viet政府 他就一直鵝 他就鵝花蠟燈 一直在那個上面 對 還記著做 就是它 fruits 當然就是每一個派 怎麼辦 可是不太一樣 我們講odo 我們魯山派的 是 國賣 其實原來是這樣 那下次我們大概看到如果是 關鍵 如果是槓塞的就是中間有香羅 然後有這個五色的枸杞 然後要看它有沒有 綜貴酒就有沒有那個燈 所以現在大家就 鈴鐺 鈴鐺也會有 也是必備的東西 是 所以我們說黑棋上面 一般來說黑棋上面都會有一些元素 比如說太極八卦 什麼七星 九宮 還會有什麼樣的 比如說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還會有什麼樣的元素在上面嗎 神明的名字 你說到這個我跟你們說得很奇怪 我們的吉隆 前一 這裡加起來這麼八顆 如果使用加是九顆 白人加起來十顆 所以一回問一回問完全不一樣 他們加起來相對應的不一樣 那你們怎麼解釋說 為什麼是價錢是九 因為我們會先天八卦 我們是先天八卦 那就是後天 對 所以有分 八卦有分先天後天喔 有有有 錢一家分一家的 這個就是先天 啊 我們這個就是類似說 他們剛才喝吐落書那種 待會兒有機會 現這個 手機那裡找 好啊 沒辦法 對 這也是我們的派問的結識 另外一個就是 可以說的就是 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 我們另外一個洗白 洗白是節約 我們還有小福的 好